大长腿 日本人很少见见 最主要是我们今年看U17的世界杯了 日本队也看了一些 其中队内的一些球员有踢的有没有踢的 可能大部分没有踢的就是职业踢队跳走的 10号这个侧应的能力 没办法对这个时候 对吧 然后他这个中锋还在跑位 就是找中锋 非常好的跑位啊 这10号 看了以后 这孩子应该是没有踢U17世界杯的 我不记得 这10号的一点球啊 已经几次了 两次 连续两次一点球 那可都不 不止是家长 这10号 虽然也有 一个9号 但我们就没有看到这个9号 有类似于中10号这种 蓝队10号这种表现 对吧 我说 这个荷兰有吗 荷兰有类似于这样的比赛吗 就甭 我觉得这个跟荷兰U17比 他们这个对抗 怎么样 我以为这个J2的水户是吧 那没问题 我C脚下 分子 他在侧应了 一点 很好 包括这次U17世界杯 那西班牙的主手 马克什么吉木 他就很少做这个 这种运动 这样的阶球 注意看 这个10号一直在伸手 然后再观察 这一下观察 很快的一次观察 然后他的处理 第一次处理啊 这个不容易三个方向都有压力 对吧 左右身后 然后处理 这个右脚打开身体 向 向他的右前方 对他来说是右前方啊 朝这个空间 这是唯一的选择 他身后有人 左边有人 右边有人 那唯一的这个空间呢 就是这个区域 对吧 所以他一个第一次出球 也没问题 很合理 停完了之后马上出 现在这个视角就很 很舒服 看他下来之后 他会带整条绿队的 前面现在带到这个区域了 那现在那之后的 这个两线间的空间就非常大 包括现在这个7号 可以做的事 是吧 这个区域差 对吧 感觉人家高中联赛都能提中超了 没有没有没有 做孩子还没有到那么 如果谁有 我都会我会提的 还没有到那么 很好了 他在中区已经控制住10号 你看10号知己语言也很多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球 为什么呢 就是你看他肯定是自己先观察 对吧 10号第三 想观察 马上很快的一次扭头 就这么一下 我必须要一阵一阵给你们放你 才能看到 他看完之后 他这个伸手是给队友 他等于他观察是帮助队友来去 试别 然后包括他自己位置也可以 对吧 他也来到这有球空间 你看绿队的防守呢 由于他中场就这几个小哥 都不是提防守行动 是吧 我之前说了很多次了 我说有球队呢可能没办法 他只能招到这样的球员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就是 像昨天这个神村啊 还有类似很多这个日本球队 他就喜欢这样的球员 那没办法 但是你碰到 看这一脚做的好 这个又是这个人拿到球之后 那这样的球员来欧洲很难 这苗是给的 有了 这这白来的这球 这球7号传的很好啊 这苗的那个后点给 两个后腰不错 这个大中风 起到最后还是最主要最主要一个原因的 我不断再说 咱们就看那二号身高 哦 你说其他的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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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